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最近的这一百年时间里,我们国家可以说是相当动荡不安的,从清朝的秘郎开始,到后来的革命纪役,再到二战的爆发以及内战的爆发,我们国家其实还是经历了相当多的战争的。 后来随着新中国的建立,以及改革的开放,我们国家的实力以及地位才慢慢地得到提高,这才有了如今和平的年代。 不过,虽然我们国家的声率一天比一天高,但是西方个别国家还是始终认为,我们是一个潜在的威胁,我们国家近三十年内都没有发生过战争了,为何依旧令西方国家感到忌惮呢? 今天小编就和朋友们一起来分析一下。 首先,我们国家的军事实力虽然起步比较完,但是发展到今天我们国家的实力,已经有目共睹,早已走入了世界领先的行列。 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,完成很多西方国家认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,其实离不开科研人员的付出与艰辛的。 而且,我们国家不单单是发展自己的技术,而且还攻克了很多世界上都比较难以攻克的课题。 到了今天,我们国家在很多领域上的技术,其实都是处在世界领先的地位的。 而且,这还是在很多技术没有公开的情况之下,足以让西方各国对我们刮目相看。 其此,我们国家早已自主成功研究出了核武器,虽然现在世界上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不在少数,但是,其实还是存在质量上的差别的。 要知道我们国家的核弹头数量,以及质量在世界上都是排得上号的,虽然数量的多少,并不一定能和威慑力成一个正比,但是最起码还是能起到一些威慑力的。 除此之外,我们国家还自主研发了很多新型的武器,这些装备的威慑力也是相当大的。 最后一点也是,比较重要的一点,那就是文化上的抵运了。 美国虽然现在是世界上实力最强大的一个国家,但是严格来说,他们真的没有什么文化抵运。 单从这方面来说,我们国家占据着绝对的优势,正是因为这样,越来越多的国人无比地热爱自己的国家。 而这点可以说,正是令其他国家感到震撼的一个关键所在。 所以说,虽然我们国家三十多年没有打仗了,但是直到今天依旧令西方国家感到忌惮,他们如果想动我们的话,当真的好好考虑一下后果。 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